台东市富岗里23号傍晚传出了流血冲突 一对乌姓姐弟在家中因为戏故发生口角争执 弟弟份额持铁条重疾姐姐头部 当场血流如注 意识清楚送医急救 而弟弟被警方上靠逮捕 附近的亲戚邻居都说他们常常打 这一次还不是最严重的 台东市富岗里23号傍晚传出了流血冲突 一对乌姓姐弟在家中发生口角争执 而弟弟份额持铁条重疾姐姐的头部 当场血流如注 而附近邻居直言 他们常常打这不是最严重的 后面可以看到乌姓女子头部包着白毛巾直血 但胸口可以看到大片的咸红血迹 不过他不停在家门口外面徘徊 坚持要先上厕所 否则不愿就医 所幸亲友到场经过一番苦劝后 由救护车送往音乐 而伤人的乌姓男子则遭警方上靠逮捕 据了解乌姓姐弟同住于父母遗留下来的两层透天错 由两人感情不睦 弟弟性格火爆而姐姐出言毒辣 时常发生争吵甚至爆发流血冲突 继续转入台东市报导 继续转入台东市报导